3 2 1 請啟動 好 今天我們來規則將我們的藝術版卡 插入我們今天來訓練在台北 台北韓社愛美酒店正式開幕 由韓社集團引進經營的台北韓社愛美酒店 于12月3日正式舉辦開幕酒會 各正商名流 時尚名媛雲集 現場星光翼翼 開幕儀式由台灣在地的九天民俗記憶團 氣勢磅礡展開序幕 並在台北市長郝龍斌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韓社集團創辦人蔡成陽 韓社參旅總裁蔡成薇 韓社參旅董事長蔡伯福等人共同見證下揭幕 韓社愛美不僅是高規格高品質 而且在整個酒店裡面展現了700多件的藝術品 把我們台北這個文化藝術之美充分在酒店裡面展現 韓社愛美酒店強調藝術 人文及時尚 透過藝術 光影與美食的展新視角 讓藝術充分融入飯店 進駐賓客還可藉由國際當代藝術大師所設計的房卡 開啟韓社愛美酒店的藝術大門 循著探索地圖的神秘設計 步入韓社愛美的獨特體驗 開幕當晚派對更以光影為主題 首先一樓的玻璃廊道 突破空間規範 打造獨特的櫥窗舞台 邀請何曉美舞團演出集結家將神職 布袋人偶 芭比娃娃等文化符號 舞出充滿現代感的台灣社會 緊接著DJ劉軒 以現代曲風 混合現場演奏的琵琶、二胡等中國樂器 展現出既衝擊又融合的音樂新領域 五樓的戶外露台 則請來知名街頭塗鴉藝術家阿諾 伴隨DJ的電音節奏 現場創造大型塗鴉作品 隨著活動接近尾聲 這場光影的旋律派對 在興奮的抽獎活動 即長達數十分鐘的燦爛煙火秀中 以閃耀台北新營區燕晚 來畫下完美的句點 一年起個人會員價值是九萬元 走進令旗 And the lucky city 來點掌聲歡呼聲 揮自己加油大氣好嗎 獲得我們台北韓社愛美會館 一年起個人會員價值九萬元 恭喜 驚喜喔 新傳媒記者唐嘉欣、楊曉琪、廖俊潮 為您採訪報導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好不好 這是我們今年第一個Lucky Star 第二個